这个都好了 周哥 捞起来 这个要小心了 我一样都是小伙 小伙 事实上的 我跟你讲 我要把它 我们讲它的汁 跟它的线分开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分开 这个分开 它这个汁 加上起来 分开 分开 分开的意思是 待会分次下去加 你没有办法测夺准 第二个 你家里面假设要做的油饭 我们叫做油饭 大家知道吗 我这种的 来 等一下就有一个那个 马口碗 我两次是要扣这个 马口碗的膜 我会留一点点的 这样子要在这边 对不对 好好的油饭 压下去扣上来的时候 这些线都在上面 大家知道吗 这个门开 我做的很细 好 来 已经八分了 就可以 还有一分钟 还有两分钟 大概可以了 好 好 我们调小火 这个很恐怖 这个很恐怖 你看它 还没有地震就一直摇 要小心 你还站旁边 走开一点 我跟你讲 我做 或是待会你们操作也是这样 我很怕油锅 你知道吗 这样火关掉 没关系 我很怕油锅 你们就掉下来 就弄到自己 要小心 这边可以摆 那个 我跟你讲 受伤的 我跟你讲 我就考试就不给你们过 特别 好 来 看了 你不能直接抬起来 抬起来 蒸气会来 皮就掉下来了 来 挡箭牌 知道吗 这个挡箭牌 知道吗 有没有蒸气下来 有没有 好 好 第二个 从这边给我看 来 还有一条抹布 来 来 过来看 这边油饭已经熟了 看 好 不要这个去拿 这个去拿就当掉 没有了 知道吗 我刚才的纸巾 还丢两个 我刚才的纸巾 纸巾 纸巾 都丢两个 哎 刚才的纸巾呢 我刚才的纸巾 还有两个 有两个 没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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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有没有看到 有 好 OK 好 来 用这个端了 端回来 好了 端来这边 端来这边 来 这时候我给你讲 知道吗 这个先放这边好了 先检查它 没有完全熟 知道吗 有没有 你 透彻就熟了 那个米粒 看透了就熟了 那个煮饭没有熟 知道吗 半身熟 好 来 它已经熟了 对不对 好 已经熟了 对不对 好 你看 你要大火蒸 大火蒸的那个蒸气 比较不会留在这边 好了 对不对 OK了吗 是不是熟 这样知道吗 你抓一个那个 那个 这样捏 知道吗 怎么样 它没有白白的 里面没有白白的 好 好 这个放掉来了 刚刚那个锅 对 你是 你是全熟的 你要不要回蒸 看你自己 你没有熟的 对不对 你 这个拌好味道 一定要回蒸 好 那等一下 我做好的油饭 是要扣 有两种 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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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饭桌 我们会出在这边 出在蒸笼 看这个 事实上就可以出在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你要炒一盘 像那个炒饭 放上来 你要不要留这个三分鸡 留四分鸡 随便 你知道吗 就下来了 好不好 就下来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加 这个汁 对不对 分一加 知道吗 多煮一点点 不要煮汤 煮一大锅 多一点 好 来 分一加 好 来 好 这样加 知道吗 我是不开 不开也没关系 它都已经熟了 不开都没关系 它会造成你们的压力 或是你只有留母 母火 知道吗 有 它那个烤场里面正规都有母火 就是那个一支的那个 好了 你就给它拌炒 随勇 你知道吗 小量的可以从这边炒 那我们一次做一千人份的 我们就是用 带工作手套用拌的 这样 好 那你觉得还有白白的 没有吃 没有吃到颜色 知道吗 你就轻轻拌 这时候就跟炒饭一样 知道吗 好了 再来 再来一点点吃 好 不用开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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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饭好之后再来开头 没关系 我说 烤场里面会有母火 留母火就好 知道吗 那你刚才拿出来的 那个糯米饭